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跟大家聊一起真实案例 28岁的唐耀强是从农村来济南自主创业的个体小老板 和济南本地姑娘陆毅结婚不久 两个人虽然也会发生一些勺子碰锅眼的小摩擦 但是生活总体来说还是很幸福的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两个人还没有足够的存款 来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所以只能暂时租住在一间狭小昏暗的公寓里 小昏暗的公寓 哎呦你小可以都会上车了都啊 看您说的不就一辆车吗 对了我现在搬家了搬到东城山下关系了 有空上下来坐坐 可以啊兄弟啊那可是妇人去啊 看来你找这媳妇可以啊有两下子 我那媳妇整天说什么追求生活品质 伺候起来是可多了 是啊我家那口子也这样 这一下班回家什么都不干 成天抱个手心难看啊看了把我气的呀 哎呦这城里人啊真是不必咱受不了那苦 嗨在城里生活啊就这样 习惯就好了 哎对了强哥你现在住哪 还住那个租的房子 可不嘛要不还住哪啊 你住哪多憋屈啊你怎么还不买房子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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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得住啊兄弟啊 你就看现在这房价啊长得跟着什么似的 我那公司刚成立不久家里条件你又不是不知道 买房子哪那么容易啊 我记着你以前总说你媳妇家挺有钱的 你买套房子找你丈母娘借点 找我丈母娘借啊 别闹了兄弟 我我张不开那口 强哥你那么想可就不对了 你不能想当人觉得这房子就给你男方出 你算你当年订婚 这酒席什么的都是你家自己操办 你说让老丈母娘出点钱交个首付 这有什么不行啊 关键是我拉不起那脸啊兄弟 这个 你说要真这么办的话 那我还误误去贷款呢 哎呦强哥你那么想可就不对了 你媳妇家就这么一个宝贝闺女 这钱你就找她借 她又是个通行达理的人 这钱也就算半借半给 你到时候能还就还 还不上就算了 行强哥 我先走了 这事你先好好想想 好了 行 慢点兄弟啊 朋友无忧的话让唐耀强心里有了些小想法 她决定晚上回家和妻子商量商量 老婆 嗯 咱俩买套房子呗 买房子 嗯 我哪有钱买房子啊 你中彩票啦 我是不是跟你商量吗 我中什么彩票我哪有内命啊 那怎么买房子啊 你有钱吗 如果这事能成的话 说不定这房子还真能要 什么事啊 我呢 想给你妈借个买房子首付的钱 唐老强 何人这么着急买房子 是打起我妈的主意啦 哎呀不是啊老婆 你想想啊 咱俩现在手里又没有多少钱 是不是 然后呢 我现在这个小生意吧 做得还挺红火的 嗯 我的意思是 让咱妈先把首付交了 咱们先买上房子 住上那个小日子 那还钱还不是早晚的事吗 是不是 什么早晚的事啊 不是跟你说过吗 爸走的走 妈一个人把我带大 那些钱 是她以后养老用的 你惦记起来了 你拿走了算怎么回事呢 老婆呀 我的意思是咱们又不白要 我只是说借啊 行了 陈老强 别说了 你是个男人 你要是想买房子 自己挣钱 自己想办法呀 你打起你丈母娘的主意了你 是不是男人啊 陈一我告诉你 你要这么说的话 那这是咱的理论理论 我父母都是老十八交农村人 他们含辛如苦把我拉扯打 咱们结婚的时候 光聘礼订金就花光了 他们所有的积蓄 我爸妈说什么吗 他们考虑过养老吗 我现在到插门到城里来 跟你一块住 债不够吗 你口口声声说 不在乎钱不在乎钱 你现在又嫌弃我买不起房子 喜欢房子是不是 好啊 去找一个能买得起的男人啊 滚出去 滚就滚 虽然俩人为买房的事儿 小吵了一点 老婆 我不是说了吗 其实 晚上我仔细想了想你说的话 觉得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其实 我也不是没想过去跟咱妈借钱 可最后还是于心不忍 老婆 我不都说了吗 这个咱妈肯定没什么问题 咱们又不是不管她 再说了这二十来万 四五年的时间我肯定能还上 可是我觉得 咱妈也不一定会借给咱呀 因为二十多万 根本就不是个小数目 所以说这个事得你去提 她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你要提的话 那肯定没问题 那 那咱可说好了 万一咱妈要是同意了 你以后这房贷得咱们还 那没问题啊 这全是我的事儿 那 还有 以后你对我 对咱妈 对得更好一点 老婆 你放心 从今天开始 我一定加倍疼你 对咱妈 那比对我亲妈还亲 怎么样 终于夫妻两人达成了共识 一起去找路易的母亲 吴珍借钱 用于交付买房的手 不去签这个签条 妈 哎 哎 要墙呢 要墙临时被一个客户叫走了 所以我就一个人过来了 怎么了妈 那 那 咱再等等他吧 那那 这条怎么写呀 哎呀妈 我现在和要强 我们两个是夫妻 我签不就是他签呢 回去我就让他把这个签字给补上 您先帮我们把手复复了 这样我们不是也能早点住上新房子吗 妈 您放心 我这儿 给您保证 绝对 您借了我们这个钱之后呢 我一定每天督促要墙 赶快挣钱 赶快还钱 啊 啊 好 那那你先签吧 哎 哎 哎 签完了吗 谢谢妈 哎 哎 行 妈 那我走了啊 哎呀 你怎么这么着急呢 一点都不疼妈 妈 我这哪是不疼您啊 您说 我赶快付了首付 然后把房子买了 您就可以天天和我们一起住了 这样我就能天天孝敬您了 嗯 这番笑话 嗯 那我走了啊妈 哎 现在吴阿姨觉得自己是借钱给了女儿女婿 但是唐耀强却认为这笔钱是丈母娘对自己的馈赠 那么现在在唐耀强没有签字的情况下 这张欠条在法律上又该如何认定呢 啊 赠语呢 是赠语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的给予受赠人 受赠人明确的表示接受该财产的行为 赠语呢 需要有双方当时一致的意思表示才能成立 如果一方有赠语的意愿 而另一方拒绝接受该赠语的话 那么这个赠语合同是不能成立的 借条呢 是表明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书面凭证 一般由债务人书写并签章 表明呢 债务人已经签下了债权人借条书写金额的